此次横穿台风执行监测任务的我军翼龙10无人机 其发动机还是来源于美军送的大礼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迷彩虎 我是虎哥 前两天啊 我国翼龙10无人机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当时台风森拉克正在逼近我国南部沿海 此时一架翼龙10无人机却从海南岛起飞 在毫发无伤的情况下 从高空横穿了整个台风 完成了一次针对台风的观测任务 而翼龙10无人机之所以能够完成此次任务 主要还是得益于其配备的 WAPEN 11C型航空发动机 这使得这款无人机能够飞行在 15000米以上的高空 从而避开台风的肆虐高度 而说到WAPEN 11系列发动机 其实还跟美国脱不开干系 也算是美军送给我们的礼物之一了 WAPEN 11发动机的技术源头 实际上是来自于美军的一款 火风无人侦察机 在上世纪60年代 美军经常派遣无人侦察机 入侵我国领空 而中国空军以及地空导弹部队 也着实是打下来不少 1964年8月29日 我国的地面雷达站在南海上空 探测到一架奇特的战机 这架飞机飞行在17800米高空 时速850公里每小时 从海南岛海口侵入 经南宁、新宁、张州、厦门出境后 消失在海峡另一头 而这架神秘战机的雷达反射信号 也相当微弱 可以说是时有时无 让当时的雷达兵很势不解 随后 我军通过各种情报综合分析 认为这就是美军最新研制的 火风无人侦察机 该型无人机非常特殊 是由美国空军DC-130特种飞机 在空中发射 并且由于飞行高度高 雷达反射信号时段时序 非常难以拦截 甚至出现过我军战斗机 因为拦截时动作过大 而陷入致命螺旋坠毁的情况 不过随后不久 我军也逐渐找到了 将其击落的小窍门 先是尾随爬升 在接近目标后 开加厉快速爬升接近目标 然后迅速开火击落 从1964年8月到1969年底 历时5年4个月 美军一共97次派遣 火风无人机入侵我国领土 总共被我军空军 以及地空导弹部队击落20架 而这款无人机上的各项技术 也被我军获取 由此仿制出了 我国首款无人侦察机 无真5 其J69窝喷发动机 也被我国吸收仿制 这就是窝喷11 喷气式发动机的来历 而采用了窝喷11C发动机的 我国翼龙10无人机 可以说是我国最先进的 查打一体无人机之一 这款无人机和我国其他 翼龙和彩虹系列无人机不同 其气动外形甚至还采用了一些隐身设计 例如机头位置比较脚椎化 机腹比较平坦光滑 飞机机头正面的光电设备 也都安装在锯齿状的窗口之中 与此同时 发动机喷口也都做了隐身处理 可见其隐身性能应该不错 这款无人机起飞重量约为3.2吨 飞行速度高达620公里每小时 可以携带400公斤的武器弹药 性能数据上看也非常出色 而此次出乎虎哥意料的是 这款查打一体无人机的首次亮相 竟然会是在民用领域 但是不得不说 翼龙10无人机在这些民用领域的应用 的确非常有必要 台风的破坏力往往都非常巨大 这种时候对海上的台风强度 以及进行路线的探测就非常有必要 以降低人民财产损失 但是对海上台风进行探测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大洋上缺乏传统的陆基气象雷达 和气象探测气球 卫星天气数据是从太空观测的 导致并不完整 缺乏实地数据 必须要有能够对台风进行实地探测的工具才行 一般情况下 大家都用飞机进行台风检测 例如美军就有一支飓风猎人部队 驾驶改装过特化改装的 WC-130大力神气象侦察机 对台风进行侦测 不过在如今为了降低风险与成本 各国都开始使用无人机 对台风进行检测 美军如今就开始使用 改装过的全球鹰无人机 进行台风侦察 而我国如今也开始使用 翼龙10无人机执行相同的任务 不单单如此 在军用领域 我国的翼龙10无人机 甚至还有可能登上 我国未来新一代的076型两栖攻击舰 从翼龙10粗壮的前起落架来看 显然是考虑到了使用电磁弹射器的可能 而这款查打一体无人机 也能在超地平线立体登陆作战中 提供侦察预警 火力引导 甚至是直接火力打击任务 可以说中国无人机 现在的发展已经枝繁叶茂 除了军事用途 在民用领域也是大有可为